开幕式上 55位少数民族的棋手代表 身着民族服装 一人一手 共下一盘棋 寓意各民族携手 共同发展中华围棋 让围棋走进所有的少数民族 切实成为少数民族 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创新性的围棋大赛 是在围棋领域贯彻和体现 习主席关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指示的 一个重要的举措 通过这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围棋大赛 我们看到各地各个民族围棋运动 都在蓬勃发展 这是国运胜棋运胜的一个缩影 是全民围棋的一个缩影 也是围棋运动 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开展的一个缩影 经过两天六轮的对弈交流 最终来自蒙古族的海星 获得了男子族个人第一名 苗族选手刘希元 获得女子族个人第一名 男子团体金奖 由蒙古族 李族 壮族 洞族 宗族 宜族 宜族和达瓦族获得 我现在十岁 是哈萨克族 学维棋就三年吧 就是长大以后可能不会那么空虚 然后可以下下围棋什么的 我拿了赢奖 开心是开心 就是特别想拿到金奖 情运同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栏目 我是汪湘云 今天很高兴和孟太玲老师 一起为大家带来一盘 应该说是史上少见的一次自战解说 是孟百合杯的十六强 由孟太玲老师对阵韩国的朴永逊九段 那么具体的这个比赛情况 我们请他自己来说一下 孟老师好 小英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荣幸能够在文凭论道的节目当中 解说一盘自己的对取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看能讲成什么样 那在你跟朴永俊下棋之前 我们大家肯定会有很多很多想问你的嘛 就比如说你下棋之前 对你们之间的这个胜负的预估 你自己有个什么样的预测吗 不太会做这样的一个想象 就是想法 因为我觉得 起手在比赛之前不应该考虑太多杂念 不应该有太多的杂念 当然有的时候你不可控这个事情 尽量是要控制自己 就是只想吸盘之内的事情 对于这些可能是你自己无法左右的东西 就不去考虑 不太看重 所以一般不会对自己一个的胜负 有一个什么样的预估 一般应该不会的 那这个讲起来 感觉上好像是很投入于棋局 就是亲历于下一盘好棋 对 那你有没有对朴永俊 有一个棋风上的一个 就是说我要有 比如说他是怎么样 我对他有什么了解 包括我在战略上 我要怎么准备 对吧 你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首先朴永俊 他是成名已久的高手了 也是世界冠军级的棋手 他的棋风也是非常稳健 后半盘的收束的功夫很强 因此我在对局之前 我还是希望 在战略上 我还是希望能够把棋局影像 比较乱的局面 这样我可能机会会更大一些 因为客观来说 别人的实力还是比我要强一点 然后我也 我今年是在转型 也不怎么训练了 所以说 所以我会比较不那么在意胜负 相对来说不那么在意胜负 就是说你的心态相对来说 更平和一点 对 你觉得可能他是有一点上手心态吗 那倒 那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的压力 可能会比我大 因为韩国棋手现在的成绩不是特别好 对 其实在十六强里面也是仅有几个人 对 是 那我们也就赶快的来一起 欣赏这盘孟太林的自在解说 好 那我来看棋吧 这盘棋经过猜新是我的黑棋 猜到黑棋的一瞬间 还是有一点点小失落 你是准备一下 就是说喜欢白棋 准备了白棋的布局 不是我主要是准备黑棋的布局 但是白棋有力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得到公认的吧 毕竟胜率上讲 一黑一白之间的出入在十五个点以上 这个还是差别挺大的 当然我是比较 我是准备了黑棋的布局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这个 因为对手比较用功 我不是那么用功 所以我要准备一个 不太常见的布局的下法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就 我自己主动一点 会下出一个不太常见的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可能我猜到黑棋也还挺好的 所以你就下了一个 确实是现在很少见的布局 是啊 没错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是迷你小中国流了 以前倒是经常有人下 最近很少 最近二年星或者是小木手脚都很多 对 然后这个格局就少一些了 它就点三三了 对 少一点当然也是我希望看到的 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一定要选择一个不太常见的布局 这对我来说有利一些 实验就是这样 这个格局最近出现的很少 很少 是的 它也是避开了就顶了 对 因为我这边有紫的配合 那么选择就是拖这个复杂的 就不一定有利 对 所以它这样是正常的 然后我也是在走上点角 对 你就还了一个点角的颜色 三十九手一模一样 那你有没有心里当时还挺暗自的 就是有那么一丝 正好被你压中了那种感觉 有 当然有了 而且我知道那个棋我是有利的 所以我当时就很清楚 首先第一从胜率上讲 我可能占到了一定的便宜 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些到三十九手 都是你之前准备好的 对 比较开心下的 对 首先这个两个点角那是正常的 这个应该不用过多的去说明 白旗这个下法也很正常 因为这边的方向黑旗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白旗也就让黑旗提掉一个子了 是 自己取得了脚上的实地 然后黑旗就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 在这边挂脚适足形成两翼张开 这也是比较符合行齐的道理的 如果白旗手我拆回来 或者拆到哪个位置再说了 两翼张开 这是形成配合的下法 是 点角的目的呢 就是让这个脚上等于说定型了 你就没有手脚的余地了 没有手脚的空间了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当然对手也很清楚 朴远逊他选择了家机 三星高加也是最近最常见的了 对 我想他肯定就觉得 如果你点三三他就很满意 嗯 彻底的让你没有发挥的地方 对 但是我也很满意他走这个 因为我准备过这个副局 我走在我走在返家的位置 嗯 我准备了很多 比如说返家之后 黑旗白旗可能会肩顶 然后跳 对吧 对 最容易想到 嗯 然后黑旗跳这个 哦 这个好像没见过 这个怎么走呢 这个白旗好像是 是叫跳出来吧 还是飞一个 还是飞在哪 飞在这儿 还是飞在哪 在这儿可能是 总之这个旗就不好说了 后面的变化 大家就跑吧 大家就一个一个往上跳吧 你跳我也跳 嗯 大家蹦蹦跳 嗯 嗯 大家尽量逃跑 这也算是一个正常的格局 白旗左边黑旗右边 黑旗相对更大一点 但对脚上的把控相对差一些 嗯 这是这个子和手脚的区别 嗯 然后 实战的下法也是 可以说也是在意料之中 啊 他实战的下法也是你 之前就觉得会考虑的 对啊 对啊 刚刚讲39什么 是是是是 是是 这个很有意思啊 嗯 那他这个靠其实也是 我觉得他下来的手段 也是这个AI比较多推荐过的 对 嗯 这步棋很常见了可以说 小木直接碰上来 尤其是在这边游子的情况下 小木碰上来 因为非常常见了 对对 那个时候 Master的时候就有下 对啊 嗯 也是就是最多的一种下法 比挂脚还要常见 嗯 所以这步棋倒并不那么意外 嗯 关键是这个格局 为什么我很 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是 我实在选择搬 嗯 再反搬 嗯 这是正常的吧 嗯 我搬他必然反搬 然后再吃 吃我尝 再吃 嗯 这个时候如果是 按照初期无节的理论 白棋是可以打吃的再吃的 因为我这个位置 位置比较近嘛 嗯 所以黑棋如果粘节 被白棋拐吃 黑棋是不能接受 对 那我这两个交换肯定亏了 对我亏大了 嗯 太太缓了 是 可是这个局面我们再看一下 对 尤其是有右上 也有这个角 对 关键是这个 就如果没有那个 我不好找结 但现在我选择立一下 我不开结 我先造一个结 对 我只好硬啊 我再开结 啊 然后你就顺势一找结 对 我也不怕损 我就走损了 你怎么办呢 我确实不好办了 我是结很多 关键 对 然后关键这边 你难道这被我提掉吗 没错 所以现在有一个特殊的棋型出现了 嗯 就是当左上角成为黑棋的节库的时候 右下角白棋的行棋就受到了限制 嗯 没错 他没有办法再选择这样的一个 常规的下法 常规的思路 没错 也就是在这儿 你就觉得他只能按照你的计划去进行了 对啊 嗯 所以这等于说他就上了我的道 找了我的道 对 大家肯定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这个在下期的时候真的挺 我觉得可能会他一直在参考 然后你都是秒下 对对对对 我前面三十九手就只用了四分钟 然后我还是有点印象 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 就是骑手们其实就在下期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那个心理的优势是很大的 对 就觉得我都秒下 然后你得拼命地想 然后来猜我到底那个设的套在哪呢 嗯 对关键他看到我秒下 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感受到压迫 对啊 很紧张 嗯 实际上他首先立下 嗯 这不其实还是正确的 嗯 没有问题 我挡在这里 也是因为这边有子 我才能够这么下 对 没有子就出来了 但也是因为这边有子 他不能打吃 对对对 这儿有节菜 对 然后白棋拐 嗯 黑棋立 嗯 这是不是下的都对啊 嗯 这现在都没有毛病 嗯 关键是接下来的下方 嗯 这是三十七首 有情提示一下 还有两首棋 有情提示啊 但大家现在就要想了 对 嗯 下一首棋 白棋的最佳下手是Colly Colly 就是说利用这个弱点 是吧 对 然后在我的准备当中 我是知道 我这棋像这样 黑棋粘上 让白棋从这边打了拐吃 嗯 如果黑棋粘 白棋可以 跳家 跳家住 啊 这有一个滚打包收 哎 感觉上是这样吗 对 冲 提 打 嗯 这个结果 白棋不错 嗯 这个我是知道的 看上去不错 嗯 但是那黑棋的最好下法是在白棋拐吃的时候 白黑棋长这个 转换 哦 形成转换 白棋提黑棋吃这个 这是一个转换 这是两分 嗯 这个是在我赛前准备当中的 嗯 然后呢 那我就等着他靠呗 他要靠我就这么下呗 就是心态也很好嘛 嗯 也很平衡 反正我将他也供钓鱼 但是我知道这部其实有难度的 你觉得他考虑不到这个靠是吧 嗯 因为这个下一个挡 应该是很容易想到的一手 对 觉得就有决限 就脚上马上有断 这个挡很大 嗯 对吧 对 但实际上 我站住这里以后 黑棋非常的厚实 这两个子吃掉的时候 黑棋这边是很有收获 所以 这个和我们理解当中 不太一样 孟老师 我们认为 你看你这有弱点 你都没法补了 是 对 是啊 嗯 可以这么想 嗯 对 但是毕竟这两个子吃掉 非常厚实 这也是能够看得到 对 这个如果不是你说 就是自己来解读的话 我们可能还会有一番 不一样的这个推测 对 还觉得 哎呀是不是看错了 没走到 其实是你已经 刚才我们说了 39手都按照你的计划之后 你已经满意的一个选择 对 那当然也是运气比较好 如果没有摆过 我可能也不知道 对吧 这也是 恰好 可能也是受到了 老天的眷顾 别这么说 我觉得你每次 怎么把自己说的很谦虚 但实际上 今年也进了两个 世界比赛的八强吧 没有 这个一个 还有上一次可能 三年前了 可能 可能能记忆的线比较长 好 我们看看白棋怎么走的 对 白棋实战等于说是 打完之后再考 所以我们现在能理解 你刚才的意思了 对 然后我就 但是我有点 其实反而也有点小失落 为什么我不继续摆了 就是组织的过程 这就是完美之中的一点缺憾 不要要求太多 是的 那么是 后来看这部黑棋可能应该爬一个 但是继续威胁白棋 当时我觉得这可以满意了 实际上就是这样定型 就等于白棋活了 对 大致以一个黑棋稍好的 的定型迎来下一个战役 然后黑棋挂 是不是这个时候走到一个先手 你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局部 主要白棋提掉两个子 本身的效率 我觉得黑棋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我为什么 就是简单的唬了一个原因 我觉得你提掉你活了 但你这边也很损 让我的形状非常好 我这边等于说是变得很厚 这边也吃掉的也很饱满 然后还能 就是想到先手 我觉得很不错 当然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漫长的 是的 实际上白棋抗也是当然的下法 长 黑棋点 这是在我计划之中的 这个好像我们也都见过 对 我记得 好像是不是十月九段跟崔金有出现过 好像我记得它是搬了虎的 对 十月这个棋行好像还下过很多次 尤其它是作为白棋的地方下过很多次 实际上 平平胸也是搬一下 然后下一步棋其实令我感到很意外 当时我完全没有想过它会脱线这个问题 对对对 这个棋不是我们正常的 或者说是容易想到的 我当时以为它就会这样下 然后我的想法是把这一下连搬掉 这个可能 我也不知道该走什么 我也不知道便不便宜 但我当时的预想是这样的 对 明白这叫化了 是吧 对 打掉 然后抢到这边拆一边 拆哪个再说吧 拆在哪儿 确实有学的 就算这儿吧 当时我觉得就这样了 我觉得可能黑棋伤好 因为我知道这个局部黑棋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可能伤好进入到中盘 而这个局面可能很快就进入棺子了 对 也是表演圈比较擅长的部分 是呢 它这个棺子是大家公认的 是 所以我倒是没有什么那么乐观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正常下巴 但是它的拖心让我感到很意外 这个局部居然不走 我还第一次见 确实也不容易想到 这个子弟其实还没有 对 还打一下 然后把这个打起来 对 它打一下之后 我当然是意识到它要脱险了 要不然没理由 没道理了 打一下之后再理 它就这个力了 对 然后我就 抢了一条 对 它把这个抢了 它肯定是担心我那么下 然后这边等于是我实地化了 现在就是说 由于有二度跳的存在 我这边已经不是实地了 等于说我那几下 线手交换没走着 它等于说抢了一个时间差 但是这边交给我下 那我一般来说 黑旗先动手肯定有所收获 可是这时候我确实也不知道该走什么 轮你一下你也不会了 我当时考虑了好半天 是吗 那我就挨几个吧 首先他没走 我怎么断呢 断不成立 因为被夹锁 那我度回去便宜吗 关键是度回去 如果没有这两个字 可能还行 现在关键是被打着一下 就即便我断打了 但是就这两个交换 对 然后白旗可能就单长一个吧 这个地方黑旗所获不大 这并不是黑旗想要获取价值的地方 因为白旗连续的脱先嘛 对 黑旗势必要取得更大的战果才可以 好 那断一个不行 小肩呢 小肩我当时觉得被坚重 好像我出不来这个头 赶搬就要断掉了 对 搬就断了 这怎么办 其实我当时觉得很危险 因为这边他至少 他哪怕俗一下管事也是牵手 我觉得当时不好 怎么说的话 对 我当时觉得不好 我当时首先想走这个形状 但我当时认为虎一个之后 他轻处理 这个结果 留下一个打结 这几个则也轻了 我当时觉得也不见得能够接受 因为在我的认知中 黑旗是没有走这步棋的 这个有点 我首先就不敢下手 从心里上不敢下 那从后来看 我可能应该飞一个 靠的时候再跳出来 先从这儿走 但这个下法 不是我的水平能够 我觉得能够下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对 这个我们还要再消化一下 看看 这个只是公布答案而已 就是你要去理解它 首先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现在我从我的角度去解读 就是这边一定要出头 同时要分断白旗这颗棋子 大吃白旗这颗棋子 这边才有价值 否则的话 这边黑旗很厚 如果只是自己取得一定的木树 或者取得微小的收获 不足以 那没有意义 必须要大吃 比如这样下 将来黑旗不是说什么去封 不是这样的 是可能接着爬这个 或者是哪里飞这里 去大幅度的去包围白旗 这是黑旗子要的结果 所以这么下 它是很好的 把白旗分断 大幅度的去试图去攻击白旗 但我当时确实想不到 也确实比较难 是 我实际上我知道我不太好 说实话 我实际上尝这个 它靠 我再飞 再跟刚才比差了一招 对 就是这时候本来跳 我放在肠位 这是水平的问题 就是当时你现在就懊悔 我怎么没多摆一摆 是啊 但是这个想不到那么多了 实际上一靠 这个时候我当时想脱线 但是有点没有勇气脱线 是啊 这别跳下去呢 是不是死了 对 其实应该脱线 我当时为什么要介绍这一下 因为我知道 如果简单脱线 这位顶太难受了 是的 就马上再二路搬我 太难受 我除非我自己立一个 不行不行 不行是吧 没这个心情 对 这个惨 所以这两下交换有一个 交换有个好处 就是你不能顶了 你顶我 这两下交换我可以搬出来 对 是的 你有可能会顶这个 然后再揉搓你 是这样的 其实这样是黑下来不错 但是毕竟有些损 明白了 就是你还是觉得 这头才是重心 对吧 我意识得到这边是重心 但是没有勇气 所以这个真是 人毕竟是有情绪的 我觉得 对 我觉得我很佩服你 能够这样给我们 抛弃你自己 行 就是真的是 其实有的时候 人可以接近 那个正确的 最优解 但是 你能不能下得出来 也是需要靠你 你自己的综合能力 的一种展现 当时我其实知道 这期要脱线 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但没有勇气 那我就没办法 实际上我就还是 选择了一个 我感觉上 不太好的一首 但我还是这么瞎 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 骑手这样子来 分析自己的内心 大家今天 这个自占节奏 真的听得很值 因为你会觉得 骑手其实能面对的东西 就是或者我们 在一盘棋当中的东西 是很多很多的 而最终呈现的 其实就是 冰山那一小角 很多东西是 已经下过了 大家就没再发现了 但是要通过自己来说 才发现 很丰富 是啊 因为比赛的时候 不仅是你技术能力上的 一种比拼 它是你综合能力的 一种体现 所以有些人 他天生就很有气质 他霸气十足 比如说柯杰 他就是 他很有霸气 在骑法上体现出的 那种气质是 是很强的 他就是 什么其他都敢下 他都很有勇气 很有魄力下 因此他才能够成为 七届世界完全的得主 了解 所以你这个地方说的 就让我们明白 就是 真的在这个时候 你自己选一个 你陌生的东西 你还是紧张的 对 主要是我先交换一手 因为我立刻飞的 它靠住 我感觉上这两下便宜了 但是 没有勇气 了解 然后就回去了 对 然后我知道 这部棋特别特别大 对 这个是真的很舒服 但是我还是忍住 忍卖 当白棋打入到这里的时候 这盘棋 黑棋就是 之前的优势就没有了 布局 就是布局的优势 对 这盘棋彻底进入到 中盘的 也就是五五开的战斗当中 那你接下来 对他这个打入 就视而不见 是啊 这个其实怎么理解呢 我们应该 我当时觉得 不肯再走一下 走一下 我当时觉得被跳过 这也没什么意思 将来从这边贴下来的时候 好像自己形状也不是很好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包括从 他从这边点出来的时候 我知不知道 其实是否走在了位置上 是我当时 疑惑的地方 从后来看 我这个担心是对的 这部戏的确不好 但黑棋可能应该飞 或者是跳一个 是 那也正好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 再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吧 刚才孟太林老师给大家说了 有几个是他觉得 可能可以考虑的地方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 好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孟太林老师的一盘自占解说 一起来看棋 那我们直接看棋吧 这个时候把棋在右边打入 当时我想过这部棋 但我觉得这部棋不太好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可能还是应该先硬一个 就是这个琴是挺大的 或者是跳出这边 或者爬一个也很大 爬一个其实依然非常大 我当时觉得这边 我既然这不好的话 那我挡下来价值也不明显 因为挡下来的话 它就跳出来嘛 攻不到它 攻不到它 将来这可能只是一部棺子 我干脆我就走 我认为全局比较大的地方 是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对 但是你觉得其实这个飞 还是应该说有兼顾 对 我当时主要是感觉 这部飞特别大 扩张自己 同时也是压迫 我这边拆边 也有点东西 对 因为黑棋从这边拆 没有心情 所以我干脆 我在白棋打入的时候 我去贴这个 是 看起来挺奇怪的 他是不是也没有想到 当然 他也没有想到 这部棋本身固然是没有那么好 但是 他从这边跳出来本身 也就那么回事 从后来看 他应该点一个 点一个 那你尝 我尝 他再挡下来 这太有功力了 是啊 在这儿画一首棋吗 对啊 画一首 就是AI还是会认为 就是白棋自身单纯的跳书 也没什么意思 中间不大 对 他不如换一种出头的方式 你也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一种出头的方式 因为白棋点完档之后 黑棋多半还是要飞 那白棋依然可以从这边飞出来 那这两步棋 跟这个跳跳 其实意思差不多了 而这个显然 对黑棋的威胁更大 对 压力更大 自己的根据力也更好 没错 当然 多花一首棋 对 可是这种棋有价值 这个还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品位 这个学问很足很大的 所以 但这个太难判断了 对 就是 结果感觉他实战的下发 我们就更觉得亲切感强一点 对 更像是人类下发 对 没错 实战白棋 跳 跳 那我的既定方针 当然是就是这样了 我也跳 他也跳 我在飞 飞出 他就并了 他就并这个 并这个也是给我压力 我只能点一下 否则这有段 对 再剪出来 朴槿逊 他的战略也很清楚 就是从这边直接杀出来 破坏所有的一切 对 可能我觉得这种重要的是厚薄吧 对 他觉得把我分断了 包括自己出来之后 他也比较厚 黑棋确实也没什么东西 但本来被你打入的时候 我已经没什么东西 对 那你当时有没有一种窃喜 就是觉得 哎呀 混战了 进入到你的那个 就是既定方针里 当时已经完全不会想这些了 就是投入到棋盘 棋盘之内的时候 你不会再想什么 这些 肯定不会 对 所以就是 就照棋下 当时就投入其中 当时我有一个小窃喜 是棋盘内部的窃喜 就我觉得他这下没长着 嗯 长着是白鲜先手 全力 嗯 他没走 哎 机会来了 先把这吃掉 哦 实际上是这样子 等于这个有点逆收的意思 对 这是小窃喜 那他为什么不长掉呢 不知道 他觉得要保留 对 他觉得 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摘一个 确实有可能 摘一个也有可能是牵手 但本身有点损目 嗯 或者本身不是决心 在之前不是决心 嗯 那长 他也有不爽的地方 就是外围 可能我有点 什么都下法 你说 但你不尝 那我还是有心情的吃 而且吃本身是在加强右边 没错 这是另外一个意图 对 有点接应的 呼应 对 嗯 他然后加这个 嗯 这部其实体现出了 飘演圈的风格 我当时 我不知道白鲜会走哪 但是我当时 比较担心的是他去 怎么去反攻我 比如说从这边 出来之类的 或者是怎么操作 绞杀你 对 这边拐一下 他先手之后 从这边走出来 我以为会这样 嗯 但事实上 我 我还是不够了解 他老师 对 我也正想说 他的风格 应该还是说会 就是始终是让你觉得 很有韧劲 嗯 就是啊 就是这 木鼠上咬得很紧 对 他始终每时候 骑的会走在木上 嗯 这个是他的 显著风格 嗯 这部家就是如此 对 他这个时候一走 对 因为爬还是很大 因为威胁到白鲜的死活 同时自己的根据地 一出一入的根据地 嗯 包括 刚才我们说这部棋 现在就被冲断了 就有问题了 因此这部棋本身 确实特别大 加一个本身 确实也是很诱人的一手 只不过加一个 将来 有个结 嗯 还有斑下的可能性 嗯 打吃我做结 等于说这个棋盘上 是充满了变数的 是 而在打吃的一瞬间 他去脱纤 做这个 嗯 我也有点 那我就只能去攻击了 对 你就 你就有点想反击他 对 所以下棋 其实都是带着情绪去下棋 嗯 我 我逆收 我为什么打吃 我说逆收 你没走 我就要走 嗯 对不对 这是一种情绪 然后他去收幕 这是他的个人风格的体现 但是从我的角度 我的解读不一样啊 我的解读是我吃这个 你就还不走 对 对不对 那就不能怪我了 对 我还得出招 是的 嗯 所以实际上 我才搬这个 嗯 就是每一步棋 其实都是情绪的一种 释放一种体现 对 我觉得接下来的手段 也特别代表飘行训 嗯 是吧 就是我估计你搬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觉得它会怎么硬呢 我 搬的时候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棋 我觉得它也是有可能挡 但挡完之后 这个变化 我这步棋 把它眼外给破了 嗯 同时有木树 对 就将来还有个顶回 对顶 它得补断 我就吃回它 是 特别大 是 所以这样下午 我是比较舒服的 嗯 那它可能会 我猜想 但是我 我觉得它可能会断 然后我当时认为会冲 它再管一屋 才把这个包死 哦 这样转换 嗯 小云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我感觉白的 不是太好 觉得 我也以为是这样 我也以为是这样 其实好像 其实好像这样拔起来可以 啊 真的啊 对 有点意外吧 是啊 因为我们说什么中央拔花30目 一般不肯让对方在中央把你吃掉嘛 嗯 是啊 所以这个结果其实是黑棋不好 但是黑棋应该爬回 嗯 这个 这个正确答案很意外 然后再吃了 沾了堵锅 说不定 朴雨昕就是担心这个土 我觉得它可能会比较接近正体 哦 它对木树还是看得很紧的 嗯 这其实捞得很粗 是 跟刚才相比差别 木树差别非常大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它就只剩下吃你这一个的选择了 对 这样的下法等于说 逼迫白棋要进攻出来 嗯 我觉得不是他喜欢的 嗯 这样看来实战 它的下法也就有迹可循 嗯 没错 嗯 它实战是 斑斑 它怕我爬回 对 我觉得它比我 这个局部它要比我更接近正体 嗯 实战我当然就断了 那我知道这个点 不能再让被它断了 嗯 它才吃回来 嗯 有点意思吗 就我觉得这个局部 其实它走得很好的 然后我实战在跳回来 由此可以看出 我还是对这块有所担心 嗯 对 因为其实战在道理来说 如果它已经是铁了 你肯定不会围着它下 对 嗯 我还是担心它 打吃先手从这边出来 嗯 有这样的 呃 担心吧 但这样的话 就这盘棋 自始至终 就是胜率一直没有拉开 双方一直 咬得非常紧 嗯 这时候大概就是五五看 差不多是吧 对 嗯 然后白棋把这个断出来 也是很大的一手 断开我 走中间 嗯 然后你跳了 我也是要守住下面的木树 嗯 这是白棋的先手交换 然后白棋再把影换给消除 同时也是很大的一手 木树 就朴槿逊它始终走在木上 那我当时觉得 这居然不走了 我跳出来 这我的围棋哲学跟他其实从这盘棋来看 是完全不同 不一样 别看下的是一盘棋 大家想的事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我当时觉得你这不走 那你这空还要不要了 嗯 你中间是不是要补 你要补的话 我再去收我的关 我当时觉得我木树领先 嗯 我确实木树很多 对 但他 哎 他完全不这么想 我当时 本来认为他跳特别大 他有潜力 是啊 我觉得我跳出来之后 你这左右两边还薄 我威胁你 你要后手补 但他实际上走在这儿 威胁我 哦 找一个猴 是吧 他不觉得他薄 就是小云 你刚才说的特别对 就是两个人 虽然同家一盘棋 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尤其是当你这个 就是给我们把这个钱 以后我在一梳理的时候 我们看的就更明显了 就是好像两个人 我走的是你的意图 你走的是他的意图 但实际上咱们俩 就是一言不合 都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 这个有意思 实际上就是这个 他走的 他威胁我呢 他明显地感到 他是在威胁我 破我的潜力 对 同时有猴断 我当然就接了一个 先手补一下 但是感觉也挺俗的 是啊 然后我来攻击他 大家都走不到一块去 是是是 然后这胜率呢 也是不断地在摇摆 就是要么就是我六十 他四十 要么就是他六十 我四十 我们能说那个是AI 也看不懂你们吗 对对对 然后像这样的时候 正好误误开 还是还原了 是的 那你当时 那你当时来这的时候 你的感觉呢 这个判断形式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判断形式是 是站在战略上的高度 去去理解全盘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如果能够精通的话 其实你对这项记忆 已经有很高的 在这项记忆当中 你已经有很高的造诣了 是最难的事情 形式判断 那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当时觉得怎么样 那我这么说 我当然是判断不清 对吧 好的 也就说明这个时候 其实局势还是很复杂 对 对吧 你还是 因为你也没有懂 他到底怎么看待这个后报 是的 他也许有他自己 比如说害怕 或者是认可的 不一样的地方 对 没错 两个 他可能不觉得自己落后 但我当时认为 自己可能稍许有领先 因为我当时以为 这种地方我是便宜的 对 感觉这个劲儿很足 劲儿很足 对 然后他就管 因为我始终处 我觉得我始终处于公式 对吧 我觉得我还是 你在攻他 对 而且我有一个比较乐观的 一个有点一厢情愿的判断 我以为他会退守 难道他不补吗 他实在没有补 然后我再贴这边 我威胁他马上要冲 中复我可能会先手 违困 对 有点目数吧 对 然后这边我跳一跳 可能还先手 再转上收官 我当时认为 黑棋要领先一些 同时我们看 我把这分断之后 这块鞋 我将来还能搜刮它 有可能 对啊 让它变成这种回去 对 我当时认为 我领先一点 像把这个 尖出来的时候 但是他踢到这的时候 又从零开始了 我知道这个 我有点印象情愿 感觉到 那也就是说 其实朴永迅的这个实力 还是 就说起来的话 虽然说在 现在的这个棋界 已经都是90后这些 甚至00后的这个天下了 朴永迅九段 他也是 就是明显是 80年代的这个代表人物 但是看起来 他的这个棋 其实在关键的时候 还是一点都不松懈的 让你也是 当时肯定压力非常大 对 就是我以为我还可以 但是他下输了一步抢手之后 那就完全颠覆了我的判断 这种是在对局的心理当中 一个很很关键的 就一个转折 你可能就会把你的计划打乱 这样的话 那么你以后的下法怎么办 你要重新部署 但是你有 这是有时间成本的 对 你要花时间去重新 把这个再理一遍思路 对 然后再去重新根据这个局面 再去分析 我到底好不好 我又换了一种 就是逻辑了 是啊 这时候我一看他一贴 我就知道他要给我耍大龙了 就是很清楚 而且朴永迅也算是很擅长 对 那他基于什么呢 基于他可以把我中间给冲断了 对 这有一个挺严厉的 我都给断了 这我中间我不行 我要死 而且这边尖很鲜手 就是我很危险 所以我知道这个断我必须要补 从后来看 我确实也应该拐一个 拐一个 比较稳健 对 我当时想要去高效率地补一点 补一下 我就点了一个 这一次很简单 你沾上的话 将来你再冲断了 我就可以把你吃掉了 对啊 不是就没有了吗 就没了 所以我的意图也很简单 就是你再补回来 我再先手吃一下 跟刚才大同小异 对 差不多 然后他真的把这个沾上 你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我也有点佩服 这个时候他一沾的时候 你肯定又觉得不知道 这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 连续两次打了我都意图 关键这时候我只算十分钟了 我只有十分钟时间思考 怎么办 这时候摆在我面前的就是 我已经知道 因为他把这两个字连回来之后 我的实力损失已经很大了 我必须要有所收获 就是这个时候 也只有十分钟时间 我来思考这个局部 我的杀法 是 那你这个时候已经定义到 就是要杀他了 是吧 我们刚才注意到这个词 对 但是看了看 我发现我很难杀掉他 这是经过十分钟的考虑之后 我感觉到了 就是 最硬而雅莲的一个图 就是点了跳 嗯 局部白鸡确实死了 但白鸡可以 比如在这冲一个 对啊 这有一靠啊 对 在一靠 这招棋很有弹性 因为这边不仅可以坐眼 还有打结 对 这个结好像 所以就是说 很大一部分 这个变数是在打结上 我大量的计算 也是在这个打结上 怎么办 但我后来发现 我这个地方 我问我怎么下 我这个结不能被他提 对 你是不能输的 对 哪怕我这边先立 把这吃了 把这吃了 我也不行 对 但是这些都需要 时间去判断 包括我把这个 先断一下 把这个吃了 也不行 我怎么下都不行 我看我怎么下 我都不够 嗯 但是我一旦顶出 这个结材来 那他的结材就更多 对 那肯定不行 他更轻了 对 所以也就是说 提完之后 我必须万结不应 但我当时 这个结你怎么解决呢 对 这一打 这个打我 我当时觉得 我没法不应 嗯 我就没有考虑过这个图 嗯 事实上这样是 黑气还行 其实就是 哦 是吗 这个提了 再吃回来 再打回来 意思是他要沾 他等于这些都白送 嗯 对 他也就是说 他只有吃 就为什么我觉得 黑气不行 我就没有考虑呢 死了 因为我在这里 等于是白放一个子 嗯 我沾回来之后 这个地方 我的子是白放的 就没有 没有价值 等于说 挺一手 嗯 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了 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 挺一手的 一种感觉 所以我 从心态上讲 我没法不应这个结 对 我只能应这个结 对 那我当时就认为 只要行程打结 我就不行 所以基于这一点 我就发现 我不能让白气 这个地方有本 对 你好像已经把这 设定为有个子了 对 这个子它就是决心 嗯 那我就不能飞了 很简单 我就不能飞了 嗯 我就只能飞这个 就是这样 是 就没不其他 就背后的逻辑 就是这样了 对对对 那就相当于你现在 又重新制定一个计划 是啊 没错 我就只能去 迂回 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期 可能吃不掉它 但就收关呗 实际上它靠 嗯 我尝 尝 它是不能冲过来的 嗯 它拔 它靠的时候 我说先立了一下 我在考虑反击的可能性 但我后来发现 尝这个好像被它一虎 我还是面临那个问题 哦 还是打结 然后这边可以冲过来 嗯 所以我只有退 对 它拔 它拔 嗯 我也反拔 嗯 这是在我既定的计划当中 我当时以为它会拱 拱是什么呀 我是 我挤 它团 哦 活了 活了 所以我比较喜欢看到这个结果 嗯 再顶 我看了一下 我好像 这下未必粘得着 我就度过算了 啊 我跳先手 打湿先手 但是我可以先保留 算你收获 嗯 对我看这样 我好像黑漆还形成还挺好的 嗯 我看我这样我应该要赢 我就这样下了 满意 嗯 但是 平时 就再一次打乱我的计划 关键我也没有时间了 对 你觉得时间其实也是非常宝贵的嘛 对 计算的量啊各方面 对 它是这样 它冲断这个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觉得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中间我当时是觉得不能被它断的 对 所以我只能 我只能去提这边 那提这边的话 它这 还是先手 还是活的 你就不能度回去了 对 我必须要先冲一下这个 再提回来 它挡 这都是它的先手 对 那现在这个死活 现在就是白棋只要一活 我没有渡过 我没木 我这棋就不够了 刚才我渡过得很舒服 全是我的木 还很厚 现在不是 现在我里面已经 缩合了两个了 这边还没有木 只要一旦它做活 我这半棋可能就不够了 尽管差距很小 但可能就追不回来了 了解 了解 是 所以 只要它能做活 其实它好像沾上就 就它要好一点 实际上它贴在这里 也可以 逼着你必须顶 我没有顶 逼着我必须要往里坡 对 我只要打吃它 是 我当时以为它打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 这粘必须得粘 对 我当时认为 粘的一瞬间 我当时觉得 就打吃的一瞬间 我当时觉得 你贴很奇怪 我打完之后 这一团你怎么办 也是实战 就是它也活不了 因为顶你粘住 它实际上 它得放弃这几个才能活 对 它如果顶我粘上 这个局部 你挖不断我 你中间 你走这被围冲 你这四个不能死 对 底下你也揍不出眼 所以这样的话 白棋可能是不行的 你也不能粘这边 关键是不能粘这边 粘这个 粘这个我可以挤这个 粘这个妙 破掉它的眼味 是 同时打吃变成 现在我自己联络了 我当时以为 这样白棋不是不行了吗 那时候心里 我确实有点 蹦蹦蹦跳的 就觉得胜利 竟在眼前 对 然后它这一小剑 当时我有五次 一分钟的读妙 它接完之后 我顺便用了四次 都用掉了 就剩最后一次了 对 因为我当时 真的不知道 该硬在哪 那我们先摆一下 试试看 如果是这里 就不是刚 如果补一个的话 那它就粘上了 由于这样的交换 这个里边 这个做活和这个跳过 成为剑合 对 回去了 虎一个是局部 可以联络的一种方式 更好的联络方式 是粘上 但粘上的白棋 同样会粘这个 对 那它你也只有吃 对 因为如果不吃的话 白棋这一走 就这边 也可以做活 对 但是跟刚才的区别 是在于 我现在在这吃了一手 而它可以不粘 它从这边跳过 而且这个跳过 其实带着木的跳过 我提它就粘上 我这收获 还不如人家收获大 对 这样我也不行 是 所以简单的粘我不行 那换个角度 我冲这个行不行 也不行 因为这被它冲死了 对啊 那这个是没法转换的 对 这个转换我持不下 我 我不能做这样的转换 也就是说 在上面硬 我也硬不动了 我也不能先挤 先挤它可以粘上 对 它什么都不给你吃 我也不行 就是它不先做 这样的交换 使得我这个局部 没法走 它先问我 上面要做什么 对 它这个是一个 很老道的一招 对 我就 连续用四次 我真不知道 该走什么了 当时 我们能够感受到 你当时的想法 我就 最后决定挤进去 然后挤完之后 它也读 它也 马上就进入读苗了 挤之后 它一瞬间 然后也不会了 是吗 然后也开始 拼命地用时间 最后选择 实战地打吃 这样的道路 对 你粘 我粘 我再粘 那它不是 已经不行了吗 没有 它顶 它这时候都很好 这时候 实际上 它应对的完美 我也只好粘上 必须要紧住它的气 对 这时候白气 有一大飞的好气 这样我就不行了 这是做 收气的一个妙手 对 因为这有个挖 就是大家要注意 对 白气如果挖断我 直接挖断我的话 我给小尖先生 再提掉 白气至少是杀不过我气的 它是不行的 是 但大飞 它可以先限制我的气 同时 一是要联络 二是要断我 AB2.2 黑气无法见合 我不行了 这样我就不行了 对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无论如何怎么样 延不出气 这边一挖就不行了 对 提的话 它简单 它已经度过了 对 所以就是命运行 我必须要什么靠下来 他先生吃两下 一挖断 我就不行了 是的 是的 这不其实 它可以直接制胜的一手 是 这个它 它只要活了 你就不够了 对 但它没有发现它拖 就够 对 它是立下 它自己理想图 认为我只有脸回来 它才做活 这样的话 我等于说前功尽弃弃 我什么都没走着 对 然后我也意识到了 这个时候 我那样下 我肯定不够了 嗯 然后在关键的最后一次 五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的过程当中 嗯 我闲路打一枪 让大家体会一下 就是这已经 不知道头绪太多 不知道怎么办 打一枪 很损 但是没办法 然后我发现了 铺都没有手 嗯 对不起 还是 真的是运气比较好 铺里打吃的时候 白旗 这个时候刚好 因为它的 下厨的问题 对 就是它现在一手回不去 对 一手回不去 然后我先手 我提是先手 提完之后马上要断 对 也就是说它现在 只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沾上 嗯 在沾上我一挖 它打吃 我一走这个 对 就死了 这样我快一气 杀白 就打吃都是先手 再打吃 一提 对 这个不行了 黑提一二三四 白旗一二三 我快一气 是 实战等于说 它这条路走不通 就只好选择这条路 但是 这好像没啥差别 是的 也是很简明的 沾上 它还先沾了一下这个 对吧 先沾了一下这个 再挖断我 一般的吧 然后像这样的时候 一般 这地方我就快一气 把白旗杀掉 对 好 那么这个起 其实大家看到 这个眼花缭乱的过程当中 肯定 应该说疑问还是很多 但是确实呢 这个计算应该说 还是非常 就是一环扣一环 很接近 也是恭喜 我们 孟太盈老师这番机 非常精彩 最后呢 用一个 计算完美的 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是 你当时的一个灵感 对 就是 捡到了对手的赏子吧 算是 太谦虚了 好 那么这盘情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